你现在夫妻生活怎么样 还行 不肯定 现在好多人这个税务大的对这方面 夫妻生活不行 70岁大爷人老心不老 见面就问出私密问题 大妈一听脸都红了 你男同志肯定就这份没有有点的 完了你说你这一点没有这要求肯定不行 今天来相信的是汪大人 大爷今年69岁丧偶 退休金2700 住房面积60平 就是我喜爱收藏东西啊 我那个电视购物买老多东西了 都在那放你 你喜欢电视购物啊 汪大爷说自己很多年前就喜欢电视购物了 这不红娘刚一进屋 大爷就介绍起了自己电视购物买的锅 这个锅特别高级的 这锅啥高级的 拿的我不吃那个雪酸吗 咱有 这个就黄豆搞笑你住 就能做出那种局 这个给烤的地瓜 它是比烤箱还高级 它是循环的 这油网嘛 这个油啊 做出东西都逼到下面去 还别说大爷这锅还挺高级 而这都是为了能够健康饮食 大爷说自己买的其他东西也都是为了养生 除了健康的饮食之外 大爷还经常锻炼身体 当然这家里的健身器材也不少 说着大爷还点红娘展示了起来 这碗做腿老好了 看我给你做呀 你只要做得累了你就不做 从啥时候开始做这个 这个也就半年嘛 健身嘛 这个力气才老大了 这个 这个是多少斤呢 这个十几岁二十几年 能拉几几个 拉个十几二十个呢 你还别说大爷这身体还真不错 一边的红娘想试试结果根本拉不动 大爷除了在家的健身之外 还会和朋友一起到公园里甩鞭子 而大爷之所以这样努力锻炼身体 就是为了能有一个好身体出去旅游 其实我现在退休以后 买这些购物 都是为了身体健康 长寿 锻炼身体 就为了以后有个老伴 在一起出个旅游 提起工作大爷也是相当自豪 大爷以前在食品场做销售 销售冠军的称号也是拿到手软 那时候也挣了不少钱 但是这些钱都没能存下来 老伴生病后 大爷也是没少花钱 但是最后老伴还是去世了 老伴在世时 俩人没能多出去看看 这件事成了大爷永远的遗憾 如果再找老伴 俩人一定要多出去旅游 我就找个对象二爷四季 想走就走 想玩就玩 想死就俩一人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赵大妈 大妈今年63岁 丧傲 退休金2500 住房面积70平 红娘刚来到赵大妈家 就看见大妈在跟着电视唱歌 说着大妈就要在红娘面前 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唱着人满心长的曲折 你知道就算大人在这城市碰到我 这个时候唱的 等会儿他有个别的就 我觉得一般都能唱 一般都能唱 你还别说这两首歌大妈唱的还真不错 从头到尾就没有一句是唱在条上的 看着红娘怀疑的小眼神 大妈决定唱一首拿首的歌来证明自己 你还别说大妈这次唱的还不错 就是这高音部分有些破音了 唱完之后大妈还不过瘾 说着又在现场跳了两圈 主要没音乐 有音乐汉子好的 跳舞也会 我看咱这个人 对啊 跳舞也会 就我是咋跳咋钻子都不在鼻孔 你看我60多 把这心态太年轻了 大妈这开朗的性格着实感染到了红娘 不管干啥都要有个好心态 无论和谁在一起 她开朗的性格都能感染到对方 大妈说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很重要 她这辈子都是这种爱说爱笑的性格 赵大妈之前吓过枪 后来回城后到建筑公司做库管员 结果没干几年公司却倒闭了 但是性格开朗恶观的大妈并没有被生活打倒 从那之后大妈就开始了自己的摆摊生养 我这不是说现在人在家还是乱去 就是这个咋过来 我没那种想法 我就是咋的 那我就干 对不对 我干肯定他就有钱 对不对 咱就能生活 我就那个感觉 那时候卖啥呀 我卖头俩了 卖人头俩 后期这不有那个 有那个那啥 还能卖医生 那时候丈夫忙于工作 出来摆摊也都是自己的人 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大妈却从未被生活打倒过 现在自己终于退休了 结果老伴却生病去世了 如今大妈一个人生活已经六年了 女儿也嫁人了 大妈也终于有时间为自己考虑了 就俩人一起一过日就行 被穿心眼就行 完了支腾支热就行 到了这个岁数 大妈就想找个支腾支热的人 了解完俩人的情况后 红娘就安排了大妈见面 都说有人千里来相会 大爷大妈家离的还挺近 经过初步了解之后 大爷大妈对彼此的印象 都很不错 因为大爷大妈都喜欢健身 有了共同的兴趣爱好 俩人在相亲现场也聊的热火朝天 是 当你缺乏锻炼 大姐 大哥不缺乏锻炼 家里还有那个那啥 健身体育餐啥都有 身体好 在进一步了解之后 大爷大妈对对方那是更满意了 在身体这方面大妈的顾虑又算是打交了 而后大妈就主动聊起了自己平时的兴趣爱好 没法是什么旅游了 谁走了你呢 你旅游都去过哪 我上过台湾 西马太 海南 我就是这样是没有办 始终也没走 我也是 我想去 你说话呢 一个人是那些钱 两个是那些钱 我也喜欢旅游 就是没有办 要有办 哪我都去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 这真是无巧不成熟了 说起旅游 大爷大妈也是一拍即合 眼看俩人就要成了 大爷说出了自己心里的一个顾虑 而大妈的回答 让大爷更是满意的不得了 你说咱俩姐和一起 我的工资这么低 你没有什么想法 我不是说那么特别 不像人家说的 也就笨钱 但是那前我跟他们说过 我说对 最好工资三千以上 这差一点 但是人要好 各方面都行的话 是不是 把身体也好 那也不差那点钱 是不是 说实话 相亲不看重钱的 还真不夺见 相亲到了这种地步 大爷对大妈也是赞不绝口 接着大爷又说出了 自己喜欢跳舞 没想到大妈也喜欢跳舞 大哥之前在日柳和嘛 怎么柳和交易 舞大赛的那个三等奖 哎呀妈呀 这俩人太合手了 这俩人太合手了 我也会跳 但是你带我 要快三慢三 快四慢四 我肯定我懂得跳 但她的体质那么高 我俩肯定能跳一块 肯定能跳一块 俩人聊到跳舞 这是都笑的合不拢嘴 当红娘播放夜时 这俩人就坐不住了 虽说大爷大妈是第一次跳舞 但是这跳的还挺有默契 这不俩人还没跳后又来了一段 可以啊 大哥把帽子拉了 这个是拉花 通过一天的结束 俩人决定相处一下试试看 而大爷也主动邀请大妈 到自己家里去看看 不能杀了 哎呀 到我的旁边 看着 你吃醋了 就打算 你也都管你 你瞅瞅这俩人 临走时还拉着手 不舍得松开 第二天红娘准时来到了大妈家里 为了今天的见面大妈 也是没少做准备 而大爷也已经站在窗前等候大妈多事了 来来为王家 两人再次相见 大爷赶紧拿出早已操好的地瓜和鸡翅 大爷的热情款待 让大妈感到了无比的温暖 但是大爷心里一直都有一个顾虑 但是始终不好意思开口 在大爷最关心的夫妻生活上 两人又达成了一致 这眼瞅着要到饭点了 大爷决定带着大妈到儿子开着面馆吃顿饭 最重要的是去见见儿子和儿媳妇 大爷大妈到的时候 刚好也是饭馆里最忙的时候 但是贤惠的儿媳也一直顾着大妈这边 通过这番接触下来 大妈觉得大爷这儿媳妇性格不错 贤惠能干 以后肯定很好相处 就在这时 在后出忙碌的儿子 也终于出来了 对于赵范妈 大爷的儿子也很美 人家他挺高兴的 这一天都昨天熟 妈 她电话跟你说的 来了昨天中午 昨天来了 觉得大爷人数也挺好的 挺好挺好 希望大爷大妈能永远幸福快乐吧 本期视频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